刚刚我们已经把这样一个画面做出来 这个画面做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 开始写它真正的程式 这些程式怎么写呢 我看一下 我现在希望说这边点下去的时候 这边点下去的时候 东西会跑到这边来 所以我一定要选这一个物件 然后去选它里面的 散变 应该是某个栏位的Click 我们点秒下再看它会不会出现 Sale Content Click 那我之前 我印象中我好像不是用这一个栏式 Sale Click 我是用Sale Click 不是Sale Content Sale Click跟Sale Content 一个是内源 一个是那个 那个 Sale只要被按下去 所以我们还是用Sale Click Sale Click 在这里 我把它这个放进去 那Fountain这个我就拿掉 那但是你建置一下 会发现有错 因为刚刚你拿掉了一个东西 稍微把它 喊掉一下 先建置一次 OK 这样就不对 接下来我们 需要写这部分的逻辑 就是说 我按下去的时候 它会跑到这里来 那我要怎么做呢 这里 按下去的时候 它可以用 menu 点到 Sale Click 就是在检查说 我们是不是点到空的栏 如果点到空的栏的话 那就不应该加了 不然会发生错误 所以如果点到空的栏 就不做 就直接返回 否则的话呢 我就让那个name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用button 我就textbox textbox name 点text 就等于这一个 textbox price 点text 就等于这一个 这个就是在取内列 这一列里面的 名字 第0栏字 第1栏呢 就是那个 价 单价 品名跟单价 所以我们 现在在做的 这件事 那我们OK的话 就把它执行一下 我们确定一下 它有没有进来 像你有看到 我点了绿茶 所以绿茶25跑进来 我如果点奶茶 奶茶30就跑进来 我如果点红茶 红茶25跑进来 如果点真奶 那真奶 35跑进来 就算我点的是价钱这边 应该也都可以 我们是用sale click 每一个sale click 都会做这件事 OK 所以 你可以选 但是现在选完之后呢 有几个问题 第1个问题是 小季它不会自动算 小季现在是corker 它没有算 我就算这个 也没用 所以呢 我有在很多地方 我需要做小季的 第1个就是 当我点了 不同的饼项的时候 它就要做小季 当我数量改变的时候 就要做小季 所以 这种小季的部分 我们应该把它写成一个函数 否则的话 你就会 必须要 必须要 写很多遍 这也是函数的用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小季写成函数 所以我们把小季写成函数 这里就是小季的函数 小季的函数 OK 把小季的函数放进 小季的函数 这里应该有些要改 像这里是Texbox 那我把名字跟价钱 跟数量 当中都取出来 然后小季的话呢 就是价钱乘以数 OK 然后 这个 S Total OK 这里 现在有个问题 是我们这些变数没有宣告 可是我想宣告成一个 全域的 不想宣告成local 所以我们在这边 宣告 宣告在 类别里面 不算全域 就是类别 把宣告在类别里面 如果你要记录的话 就应该宣告在类别里面 如果你只是 暂时用 就宣告成 层区变数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程式好像没什么做 先置一下 但是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呼叫小季 什么时候要呼叫小季呢 sell click的时候呼叫小季 所以 在这里就要呼叫一次小季 在这里就要呼叫一次小季 然后我们来试一次 好我现在点 绿茶 有小季 点 奶茶有小季 OK 这次现在都是1 小季 我选2的话呢 它不会小季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一个字件 我没有 去 去写它的函数 所以我要写这个字件的函数 我要写这个时间的函数 这个字件呢 就是 如果它的 Value Change 的话 Value Change 只有改变 我们就应该 改变 所以该一步叫小季 来说 所以在这里我们应该要呼叫 Codule 才不错 好所以这样子 我这样点 OK有进来 数量改变 3A 4A OK 它会记 那 但是我们还没选加入 而且呢 有个问题是 刚刚一进来的时候 它没有字 我们希望它 你点这边进来 它也应该要有字 就是 刚一进来这边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到底讲也就是没有字 但是 OK 什么都没有 没有字的话 应该还好 没关系 这样看起来是O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 还需要加什么 数量有了 加入 加入还没做 这个加入 我们要 让它 这一笔资料呢 就直接跑到这里来 所以我们先点这里 Button 8 Click 然后呢 在这里 加入的地方 加入的地方 我们来 这个 这个是总价 我们现在 不是要在 加入 Add Click的地方 它要 先计算 小Total 计算 小G 然后呢 把内列 整个 加进 DetaGrid Order 然后 然后 最后呢 最好再计算一下 总价 我们刚刚没有 没有 去 算那个总价 因为我们还没写到那里 好所以我现在 八加内 这里 我们加入这个东西 那我先把 计算总价先拿掉 这样子 再来加 好我们先 绿茶 OK 按加入的时候 你会看到绿茶把进来 如果今天选奶茶 而且 五杯 加入的时候 乃茶 五杯就进来 那这时候 我们还没有算总价 所以我们应该 在每次加入的时候 都要算总价 所以我们在这边 加入一个 计算总价 函数 计算总价的函数 那计算总价的函数 就是这个 calculate total 那他会弄个回圈 对这个 这个表格里面 每一列 都数 的元素都数一次 那对每一列呢 都把他的 小计 给加进来 对 sale3就是小计 把他的小计 给加进来 就OK 所以我们把这个 Taculate total 放进来 好 那这个Taculate total放进来 这里他说 Test total Test plus total 不准在 我把它向下 Total price 对 对 要拖到块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無交 Coplet total 那每次呢 只要有 新的 加入我们就可以 计算总价 好 所以现在我们再做一次 滴茶 两杯 加进去 这里总价变50了 来茶 再一杯 加进去 加一变80 红茶 五杯 加进去 这样就变成205 OK 这样子 就差不多 差不多好了 我们的程式 做到这样 其实就差不多了 那最后当然 你可能 以 真的卖 茶点而言 那这些 的收支 就是 就是你收入的部分 然后 到底外呢 几杯绿茶 几杯红茶 几杯南茶 可能你要 你要有报表 有统计 有记录 记录在 资料库里面 或者档案里面 都可以 那一般会用资料库 资料库 我们就不讲 资料库 其实 各位还有另外一门 资料库 的课 那我们 比较有机会 可以再让各位 不确定 是不是老师会教 资料库的层次 大概像这样 这样做完 所以我们人 的层次就这样做完 就这样做完 所以 好 我们的层次 再执行一次 我们的层次 先一开始 总价值里 没有任何 的东西 然后呢 按加入 再加入 对 应该还要再加一个东西 因为我这一笔单子 如果做完了 那应该是加 储存 然后呢 或者是 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 应该让 就是 下一笔 下一笔 订单 所以呢 我应该加个按钮 加个按钮 让它可以 变下一笔 所以我在这边 加一个按钮 加一个按钮 让它变成下一笔 好 那这里呢 加个按钮 下一笔 这个bottom 是叫做bottom new 新的一笔 然后呢 显示呢 这是 这个 这个 我不知道 该用 就是 那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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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是 这个 就是 它 就是 这个 它 是 这 就是 它 它 把这个Data Preview的Rose整个清光 cleat 清干净 再试一试 我们现在绿茶一杯 红茶三杯 买完了之后就清掉 最好连这个也一起清 应该不叫下一笔 应该叫结帐 结帐 结帐 结帐之后就清掉 或者是结帐的时候 你要让他出个讯息 确定结帐 结帐的时候 刚刚只清了Data Preview 那个textbox textbox name.text 结石 结构 结帐 可以让它变成回到1 然后接下来是那个Satoso这样 Satoso.exe 可以让它变成空粉 现在绿茶两杯再入奶茶一杯再入 然后呢按结帐 结帐真的一下子就清光好像怪怪的 应该有Reset 结帐出个讯息 出个讯息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 再做一次 加入两杯 再加入奶茶 再结账 结账完成 好像比较不会那么奇怪 问一下 这里有点错误 他说我输入的 可是不对 放下点 看一下 去念错误 因为空字串 空字串的话 他计算subtotal 就会有问题 为什么会是空字串 在这里button new click完之后 他又计算了一次 subtotal 因为这个只有改变 只有改变的时候 他就继续算 所以我们这边 emorkle ok price textbox price 不能设成空的 要设成力 好 再续一次 ok ok 大概像这样 ok 那这样子就可以了 ok 可以把这个清除的函数呢 鼓励出来 可能会更好用一点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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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